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年时身无所依 谁不希望自己的一生圆满而幸福 等到晚年之后 身体难免随着时光 遇见衰弱 精力也不如年轻时旺盛 能够做的事情应该选择也慢慢变少 当你老了 你的归宿在哪儿 你的依靠是谁 是你挚爱的子女 还是相依为命的伴侣 今天夜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过六十 五不响 人生的路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时光总是如流水一般匆匆而过 当你回过头的时候发现 有很多做错的事情 后悔的事情 但是聪明人早已不会沉浸于过去的悔恨之中 学着向前看 人到六十岁的时候 已经走过了人生的过半 而这个时候的人生 基本已经有了结果 知道了自己命运的轨迹 是应该放下过往 享受并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了 人到六十 不该想的就别想了 活在当下 珍惜现在 俗话说人过六十 五不响 指的是哪五不响 不清楚的了解一下 一不响 疾病 日常有很多老人在刚误入老年阶段的时候 就开始害怕各种疾病的到来 但是长期的情绪压抑 更容易增长疾病的几率 生老病死 乃是人生的常态 无法避免 所以大家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情 不要害怕衰老 也不要老想着疾病 你有没有想过 自己八十岁以后会是什么样 这个问题问了很多人 得到的答案是五花八门 却又出其一致的丧 有的说 可能坐在轮椅上 被儿女或者护工推着走 有的说 可能这个病那个病的 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在遭罪 更有的说 自己可能压根活不到那个时候 也根本不想活到那个时候 毕竟人老了 眼也花了 牙也掉了 腿脚也不灵便了 想吃的东西吃不了 想去的地方去不成 不用瘫痪在床 能嚼得动东西 认得轻人 似乎已经是最好的状况了 大家都认为 老等于痛苦 等于负担 等于丧失最基本的生活能力 但有些老人 偏偏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前段时间 一条107岁老人 每天能做100个拉伸运动的新闻 窜上了热搜 这位生活在陕西咸阳的老奶奶 身体好的让人惊叹 蹲起 蹬腿 拉筋 这些动作 做起来得心应手 甚至比很多年轻人还溜 在采访时 记者了解到 老人每天都会坚持一个小时的运动 如今虽然已过百岁 但并没有三高 而且面对镜头说话时 老人逻辑清晰有条理 给所有人展现了老了以后的另一种活法 因为运动而健康长寿 并不是个例 国外的一位老爷爷 Johnny Carter 从年轻时就一直坚持 每周五次到健身房锻炼 如今他90岁了 依然身体健壮 鞠铁 跳水 踢球 滑雪 统统不在话下 而且很少生病 常常能看到身边的人为了养生 疯狂购买各种保健品 殊不知 运动才是最好的保健品 在年轻时坚持运动 几十年之后 当别人坐在轮椅上时 你可以神志清明 步履轻松地 哼着小曲儿去溜弯 去买菜 去跳广场舞 做很多别人想做 却做不到的事情 83岁的钟南山 107岁的刘彩琴 都在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想要追求健康长寿 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二不想 子女 很多老年人在退休之后 会每天给儿子或者女儿带孩子 为子女的事操心 其实儿孙自有儿孙福 父母已经为子女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了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不用为子女过多操心 父母不可能陪伴他们一辈子 已经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所以往后的日子需要儿女们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年纪大了以后 感觉做什么事情都力不从心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照看孙子 那么也没有必要强忍着病痛给子女看孩子 万一孩子出现了问题 还会被儿女抱怨 首先要维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自己的身体垮了 瘫痪在床 会给子女增加经济负担 三不想 年龄 女生的年龄是个谜 其实不止女生 对于大多数的中老年人来说 对于年龄这个数字是比较敏感的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 会越来越恐惧年龄的数字 甚至还有一些老年朋友 出现了一些偏激想法 认为年龄大了 说不定哪天就会突然去世 所以这类人开始肆意妄为起来 这种消极的想法 很容易让身体出现问题 不管是在哪个年龄段 都要注重养生 而且年龄越大越要注意 疾病预防大于治疗 老年朋友一定要做好预防工作 定期做体检 才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自不想 利路 对于老年朋友来说 人生已过半 该享受的 该遭遇的 该磨砺过的 一般都已体验过了 很多事情 大都不再有惊喜 不再有波澜 功名不再上升 所以对于利路也应看淡 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和良好的心态 才是这个阶段最宝贵的财富 曾经有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 拿着一幅祖传名画 去请专家鉴定 老先生说 他的父亲生前告诉他 这幅画是名家所作 价值连城 经过鉴定 专家认为它是赝品 因为模仿的工艺不错 所以值个几百块钱 事后很多邻居知道了这件事 都唏嘘不已 纷纷替老先生感到惋惜 而老先生却笑着说 这样也好 我不用再担心 会有人来偷这幅画 也终于可以 安心地 把它挂在客厅里 做装饰了 得到未必是福 失去未必是祸 一个人只有看淡了得失 才能远离烦恼 正如风子凯所说 既然无处可逃 不如喜悦 既然没有净土 不如清心 既然没有如愿 不如释然 得不到的东西 及时放手 注定要失去的 就坦然接受 有句谚语这样说 一怒之下踢石头 只会痛到自己的脚趾头 深以为然 如果一个人 整天纠结于一些 大可不必的琐事 庸人自扰 长此以往 这辈子 哪有快乐可言啊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再执着 也终归是抓不住的 人生就是一个慢慢成长 慢慢看清的过程 作家贾平鸥也说 人的一生苦也罢 乐也罢 得也罢 失也罢 要紧的是 心间的一红清泉礼 不能没有月灰 世上少有两全其美的事 鱼和熊掌 不可兼得 有收获 自然会有付出和牺牲 看淡了得失 你就不会为之烦忧了 五不响 烟酒 吸烟喝酒 有害健康 不管你年轻还是年老 都不要去碰烟酒 这两样东西 因为不利于身体健康 而且即使已经年老 更要回避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对心血管的伤害特别大 孔子曰 故而知之 以前书上学到的 那些退休后该如何的事情 我们就要理解它 不要学过 就一笑而过了 大家好 我是竹子 有去口头禅 不吃你这一套 任何时候 要保持头脑清醒 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不能被别人耍得团团转 当我们六十岁过后 就是老人了 不能像年轻人一样任性了 虽然钱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但是在活着的每一个日子里 不能缺钱 人没有了 钱还在 表面上看 只亏待了自己 实际上是给儿孙添加了财富 也是值得欣慰的事情 在此建议老人们 不管有钱没钱 都要做好 三不吃 千万别和自己过不去 看清不良商家 不吃哑巴亏 老子说过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每个人都知道 生死是人生中的大事 并且无法避免 可是很多老人仍旧有怕死的想法 一些商家抓住了这一点 想尽办法让老人延年益寿 其中的套路层出不穷 方不胜方 网上有一条消息 民警抓获了周某等犯罪嫌疑人62名 很长一段时间 周某等人通过邀约老年人进行培训 赠送理疗产品 日常关爱等方法 取得老年人的信任 然后兜售三无产品 有业内人士分析 这些产品的利润高达20倍 最令人气愤的是 周某等人设定一个虚假的项目 让老人参与投资 骗取了1200万元 不良商家被揪出来了 老人的损失可以挽回 但是不良商家逃走了 或者所有的钱财被挥霍光了 老人的损失应该找谁去要呢 因此很多老人知道自己被骗之后 只能吃哑巴亏 我的老邻居张叔 去逛街的时候 发现一个小摊贩在路口卖电池 某知名品牌的电池 在超市要十多元一对 小摊贩这里只要五元就够了 因此张叔好不犹豫买了 回到家张叔打开包装才发现 都是旧电池 再去街上发现摊贩不见踪影了 诚然老人的辨识力在下降 并且为人比较善良 一些商家想尽办法 投掷社会的善良 蒙蔽老人的心灵 要懂得所有见不得光的买卖都是不能相信的 所有自己无法判断的买卖最好是和儿女商量 做人千万别贪婪 不贪便宜不会上当 不贪寿命不被诱惑 有句话说得好 你惦记别人的利息 别人惦记你的本金 出门逛街与人打交道 多看 少说 别轻易做 走过路过 只是看过 不如错过 养老靠自己 不吃脸色饭 有网友说他的嫂子很不孝顺父母 多年前 嫂子和哥哥在外地打工 嫂子生了女儿 母亲特意从老家去照顾嫂子 母亲包揽了一切家务 几乎是24小时带着孙女 嫂子却认为 婆婆想要抢走孙女 母亲看了很多的脸色 但是没有说什么 毕竟儿子和媳妇要工作 不容易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有一段时间 祖母生病了 母亲就回到了老家 接着 嫂子把母亲的衣服裤子 鞋子打包邮寄回老家 显然 嫂子的做法令人难以接受 网友的母亲因此伤透了心 关于孝顺的话题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儿女不孝顺 很多老人不会说出来 毕竟这是家丑 作为父母 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爱莫生说过 礼仪是聪明人想出来的 与愚人保持距离的一种策略 60岁之后 最好是和儿女保持距离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和儿女同住一屋 想一想 每天端起饭碗 还没有吃几口饭 难看的脸色就出现在眼前了 这饭怎么能够咽下去呀 谁都有尊严 需要得到尊重 关键是学会 自尊自爱 如果你不是特别穷 也不是走不动了 就靠自己吃饭 粗茶淡饭 夫妻相伴 虽然冷清了一些 但是生活更加舒服 俗话说 靠天靠地 不如靠自己 当你自己有房住 有存款 其实就是给自己的生活 多了一份保障 纵然儿女们 都有赡养的义务 但是等到人老了 不想麻烦他们 还有一些儿女 过得并不好 因为赡养的问题 政治不断 让亲情越来越不好 甚至反目成仇地 逼逼皆是 自己有了这份保障 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自己 不用给别人添麻烦 也不会让儿女们 为难自己 有存款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有房住 想让他们过来 小聚一下也可以 不用去为 哪个儿女家里 住下来而发愁 所以当自己老了 有存款 有房住 就会让自己拥有了 更多的主动权 不会让自己陷入到 为难与凄凉的境地 生活要忌口 不吃伤身食 年轻人什么都可以吃 身体扛得住 就是吃了几杯酒 睡一觉就清醒了 老年人要吃什么 就要格外将就 没事多学一学 养生经 和正规的医生聊一聊 比方说 夏天很热 食物要和季节搭配 格外将就 棒冰 凉水等冷食 要少吃 燥热 肥腻的食物 也要少吃 正如内经所言 夏商鱼鼠 秋必可虐 还比方说 好酒贪杯的老人 要舍去酒杯 千万别喝醉 平时 很多老人 习惯了节俭 因此对于食物 格外爱惜 我的母亲 今年七十多岁了 她年轻的时候 生活在农村 在当地 有一道名菜 搜菜米粉 有一点点搜味的菜 添加一些清水 米粉 放在锅里热一热 味道就变香了 现在 母亲果断放弃了这道菜 因为当年的生活 条件艰苦 村民才自得其乐 发明了一道菜 但是 这道菜 本身是不够卫生的 管住了嘴 可以预防很多疾病 尤其是中老年人 更要注重饮食健康 脂肪吃多 就容易影响血管健康 主要是影响了体重 体重超标 容易引发很多疾病 譬如血脂疾病 血糖疾病 血压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等 随着血脂不断增高 我们血液粘稠度会增大 逐渐挤压血管 让血管变得更加狭窄 不利于氧气和血液的输送 从而影响了血管健康 很容易造成血管堵塞 进而引发较为恶性的 心脑血管疾病 千万不要忽视 每一口吃进去的食物 管控好了 对我们的健康 是很大的比喻 平常的时候 吃一些肥肉 油脂高的食物 没多大问题 如果吃得多了 就要引起重视了 少吃高盐食物 盐分多的食物 大家也要少吃 主要是因为高盐食物影响代谢 吃的食物盐分越多 营养密度就减低了 很多高盐食物都是不新鲜的 比如经加工的肉类 香肠 火腿肠 还有榨菜 酸菜 泡菜等 这些都属于高盐食物 少吃淀粉类食物 高淀粉的食物也要少吃 主要是为了预防肥胖 以及糖尿病 很多人饮食结构失衡 食用了过多的主食 反而更加容易诱发 糖尿病的发生 日常生活 还是做好饮食搭配比较好 一些淀粉类的食物 尽量做好搭配 如果食用了较多的淀粉蔬菜 就减少部分主食的量 做好合理搭配比较适宜 随着时代的变化 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年纪也越来越大了 千万别让思想和生活方式 停留在几十年前 家家户户都有饭吃 关键是怎么吃 伤害身体健康的食物都要舍去 不健康的吃法都要放弃 总结 六十岁人生一个花甲 无干地之一个 六十岁已过了不惑 知天命的黄金岁月 进入了虚怀弱骨 海纳百川的耳顺之年 生活的积累 岁月的沉淀 凡事拿得起放得下 荣辱不惊 心静气平 有人说 我们花三年学说话 花一辈子学闭嘴 闭嘴不仅仅是保持沉默 还是把丑陋的东西 关在了嘴外 避免是非 避免伤害身体 神老了 要口吐芬芳 多给身边的人点赞 多品尝健康的味道 管好言行举止 不仅少惹祸 还少花钱 无不避意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